哇,你看我们听了 Kam Jai的那个见证 是不是很精彩 哇,这个是真人真事来的 所以我们到位去源头 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从一个这么不健康的 一个人 从年轻更不健康 到老来的时候 越来越健康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经常在讲 分子矫正医学 是如此的重要 分子就是我们的细胞 矫正它通过营养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 在这边一起在推广的一个活动 那么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十大的器官 每一个器官 它要的营养素是针对性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就特地选了一个 针对我们的代谢功能的 一个产品来跟大家分享了 OK 好 你看啊 我们每一天都在吃食物 你知道吗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可能会变成营养 也可能会变成毒素 怎样讲呢 因为当我们吃这个食物进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代谢是正常的话 它就会成为一个营养 但是如果我们代谢是适常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种毒素了 所以就有产生很多的一些代谢症候群 什么呢 像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 血压高 等等的这些问题呢 都是属于一种代谢症候群来的 你看我们每一天一定会吃到这些 所谓的淡水化合物的东西 像面包 面 饭 等等 当我们的代谢 如果它是正常的话呢 它就会有产生这种 血糖就给我们产生能量是我们自己要的 但是万一我们的代谢功能不好的话呢 它将会导致这个血糖上升 导致累积多多 就导致我们有糖尿病的存在 还有就是动物性的蛋白质的话 如果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代谢是不好的话呢 它就会导致它会累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导致我们血管阻塞啊 等等的问题都出现了 所以代谢正常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它变成细胞建构的材料 让我们身体去吸收 去操作 还有呢 就是脂肪 如果脂肪代谢正常的话呢 它将会给我们产生我们身体所要的一些能量 如果代谢是长的话 它就会导致呢 这个酸酸甘油脂啊 一直累积在血管 导致我们的高胆补存 导致我们的血管阻塞 就有很多的这些文明病的产生 这里呢 要告诉大家 基本上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一个身体来的 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大概有三千多种的酵素 大致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三种 就是食物酵素 消化酵素 还有代谢酵素 食物酵素呢 就是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吃蔬菜水果 一些生的东西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华人的主食啊 我们要 过火候啊 等等的那个高温啊 所以当它的烹调一超过五十四度的话呢 所有的食物酵素呢 就会这样子的消失了 消化酵素呢 跟代谢酵素呢 就是完完全全 由我们的身体自己制造的 但是这两种酵素呢 就因为我们年龄的增长啦 因为我们的环境污染 还有就是营养不均衡啊 不规律的生活啊 还有啊 熏酒啊 抽烟啊 生活紧张 压力的话呢 哦 这两种酵素呢 它就开始做工慢一点了啦 啊 所以这样子长期下去的话呢 就导致我们整个 新陈代谢的步伐呢 缓慢了起来 那这边是一个图表啊 就是食物新陈代谢 它的解说的图表 你看 当我们今天吃食物进去过后呢 它由我们的食物酵素 跟它在分解 把它变成营养 再由消化酵素 由我们的肠胃吸收 再进入血液里面 再由代谢酵素 去帮我们的工作 然后让我们的细胞吸收 然后呢 帮我们代谢 给我们能量 这是它整个的一个过程 然而 OK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消化酵素 还有代谢酵素 因为年龄的增长 因为饮食习惯 因为做事不正常 因为种种的那种原因呢 导致这两种酵素呢 退化 啊 所以呢 你看哦 你想象 这就有如一个highway 不管 我们知道外面 有很多的食物酵素 基本上在外面卖的 很多的都是食物酵素 尽管你补充 很多的食物酵素里面 因为这下面的消化酵素 跟代谢酵素呢 是我们身体自己制造的 当这两个一缓慢过后啊 不管你这个多快啊 多厉害 就好像你驾车 驾几块 前面是骰车的话 整个都是不能够前进了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 酵素垂化剂 酵素垂化剂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会启动这三种的酵素啊 去发挥它 最大的发挥它啦 总而言之 所以今天要谈的就是酵素垂化剂 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食物酵素啊 所以呢你就看一下这个酵素垂化剂 它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Zenergy啊 我们讲的 这个Zenergy呢 它的确是一个广泛的酵素垂化剂的 它里面有超过65种的多元化的 一种植物的成分啊 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苦因子 苦酵素在里面 而且它是集合来自 甚至圣山啊 苏林啊 还有很多啊 各处的那种啊 集合了所有的能量 而且经过四季的春夏秋冬的 等等的累积 它是一个非常天然 独特 还有超过它的发酵 是超过1200天的 它是全面性的一种发酵来的 所以呢 因为它发酵到这么久啊 所以它的分子啊 是非常非常的超小啊 我们知道在一个分子啊 如果它是发酵呢 大概六个月的时候啊 它就是好像到嘴巴的这种啊 它可以分解到这样小的成分罢了 如果我们发酵18个月的话呢 你一次 哇 胃部马上就是吸收 再来 如果你是发酵了30个月的话呢 它好像你一次 它就入进去肠道这样子了 如果你发酵42个月的话呢 就等于好像你一次胎儿就可以直接的吸收了 所以呢 等下我们会看到哦 Zenergy 怎样可以帮助非常多的人啊 而且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的 然后它整个发酵的过程呢 它是要经过很多的专利的衰减 而且里面有15种的益生菌 还有3种的益生源啊 这一个怎样重要吗 重要 因为它是帮助我们促进我们整个的免疫力 改善我们的胰岛素的功能 而且呢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降低糖骨醇 降低血压 甚至抑制异常细胞的成长 哇 只是这一个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 为什么那些人啊 脏风啊 它一吃罢了 它可以马上就看得到它的效果的 因为它发酵的非常的好啊 像刚才我们所讲的 而且呢 我们的Zenergy呢 它是不是嘴巴讲罢了的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专利啊 临床啊 研究来证明它的功效的确是 那么那么的好 所以呢 我曾经也被人家追啊 为什么 因为它脏风啊 胃痛到不能顶了啊 真的是追着要拿这个Zenergy的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啦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也邀请到一个分享者啊 他会跟我们分享啊 那也会有一个资格的 我们也要在这边呢 我们也要去哪边啊